在台湾,国民党主席,也是八线乐园承报发生地新北市的市长朱立伦,周三主持国民党中常会,临时简讯通知记者将发表重要谈话,并取消原定的专题演讲。朱立伦强调,烧烫商附件之路漫长艰辛,请求国际社会益助医疗资源,也呼吁88万名国民党员及基层组织,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,帮助500名伤患,共同集气祈福。 朱立伦感谢这几天在第一线抢救和医护伤患的人员,称这些无名英雄可说是不眠不休的全心投入,他探望伤患时,看到医院里爆肝超时工作的医护人员,内心非常感动和佩服。朱立伦说, 身为执政党国民党,我们要集合中央跟地方的力量,我们也要结合所有党员同志的力量,在这个关键的时刻,发挥国人的大爱,大家同心协力,共渡难关。 朱立伦指出, 这一次的伤患,根据统计,193位是新北市民,96位是台北市民,56位是桃园市民,台中市民有22位。 这500位来自全台湾,包括金门,包括澎湖,包括台东花莲,这500位来自全台湾,当然也有15位来自国外,跟大陆,跟香港。 朱立伦表示,中央政府现在由卫生福利部统筹结合各地医疗院所的支援调度,需要很多医疗器材,医疗人员,志工以及社工,以提供商者最好的照料。 他提到,今天早上他跟台湾红十字会总会联系,希望能够透过红十字总会以及卫福部调集各国的资源。 朱立伦说, 朱立伦表示,因为未来这段时间所需要的医疗耗材,尤其是能够帮助这些伤患减轻痛苦,能够早日康复的很多器材,需要汇集的不只是台湾本身的资源, 还需要国外与中国大陆的资源,大家一起来。 卫生福利部食肖署署长江玉美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,目前正请各医疗院所评估各伤患的伤势进度,需求的湿皮面积,可不可以使用湿皮,会不会过敏等问题。 卫福部初步提出110万平方公分的订购量。 对朱立伦向中国提出湿皮需求,江玉美告诉本台,卫福部尚未与中国大陆做相关沟通,但有管道透露中方有意提供人工皮, 或现在缺的是湿皮,人工皮为替代使用,只要品质及规格符合各医院需求,未尝不可。 媒体报道,新北市政府为八仙乐园粉尘气包案开设捐款账户,截至周三上午,捐款已达13000多笔,总金额累计1亿5000多万元新台币。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。 自由亚洲电脚